《白话活法》第20堂课里面 《圆界》就是在原有的缘分上 知可而此地去行缘 一定能够救助别人 请问知父我们要如何理解这句 知可而此地去行缘 为什么一定能够救助别人呢 请知父慈悲开始 知可而此就是善观因缘啊 知可而此就是善观因缘 因为你有因缘的你可以去救他 没有因缘的你就一定要停掉了 你在这样执着的话 你会造成他对因缘的这个损害 而且他会不相信 他会对佛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你不是在造业 不是在善观因缘了 不是在成善事了 在做坏事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后面有一句怎么理解 一定能救度别人呢 一定能救度别人的话 比方说这个人因缘成了 因缘已经到了 你一救 不就救人 救成了吗 如果这个人的缘因缘不到 你去救他 他还骂你呢 你说能救到别人吗 就是说使得好叫广泰 对了 现在明白了吗 对 师父我们要如何拿捏好 谁也度纵 不能呢 拿捏好就是看缘分呀 对不对 看缘分 看缘分就是说这个人 愿意做好事 愿意做善事 愿意念经 愿意来听听台长的开示 那这种人就有缘分的 很多人听都不要听的 那就没缘分了 对了 明白了吗 无缘众生 无缘众生 很难度的 菩萨都度不了 师父也度不了啊 明白了吗 度无缘 诗本里面有写到 如果你对别人水源帮助好的 你是不是能够救度别人 请师父开始这一句 对啊 你自己修好了 你才能帮助别人呢 你自己这个人就是说 你自己要去救人家 你说哎呀 我吃了这个药好了 我来跟你说 哎呀 你要吃这个药好 你自己都没吃好 你怎么要劝人家 人家说你自己吃是好吧 对不对呀 这个人家推销减肥药 他自己胖得不得了 人家说你自己先吃了瘦一点 我再来吃吗 对对对 要把自己减好 人家当然 触更能 不得了 没多断 是